什么是甲状腺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 董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可能有些患者朋友 他对甲状腺这个概念有点模糊 他把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叫甲状腺 我在梦常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我有甲状腺 他实际上是有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是一个腺体 它在甲状软骨前方 呈动型风部 一般右叶比左叶大 它长大概4.5公分 宽就是2厘米左右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 产生甲状腺激素 维持人体的形成代谢 维持基础代谢 它是一个内蜂蜜腺体 主要产生的激素是甲状腺激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